而且全部都是訂做 所以平常你進去愛馬仕的店裡面 並不是可以馬上就可以看到說 我想要點這個點這個 並不是這樣子的 它是專門去訂做的 你看看它的LV的櫃子 這個箱子是訂做的 而且訂做也訂了差不多一年多才拿到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衣櫃 這道牆也是愛馬仕的牆 整面嗎 整面都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H 但是我客人覺得這個很便宜 因為一個包包那麼小多皮 都要一萬塊這麼多皮子 才一萬 才二十萬 OK 就連台燈充電插座都是奢好名牌 深刻體會什麼叫貧窮 限制了想像力 這個景就是愛馬仕景 可以看到鑽石山 夏威夷的房子 你看到鑽石山 可以加多一百萬 這套價格差不多在五百八十萬左右 但是它單單這個家具就 客廳的家具就一百多萬 鑽石山是夏威夷的知名地標 景臨觀光聖地危機機海灘 房屋全年二十四小時 空調不間斷 是給家具吹的 每個月管理費超過四萬台幣 高宮廷式裝潢 獨享大片落地窗 無敵海景 長陽無邊際泳池 夏威夷未來海岸 盡收眼底 這座豪宅 這座豪宅 價值約一千七百九十九萬美金 將近六億台幣 要夠襯頭的房地產仲介 才賣得動 別讓貧窮限制了您的想像 原本似乎出自於廣告詞 卻成為了大眾榜榜上口的自嘲語 的確如果一定程度的物質財富 可能會超越您的生活經驗 我們的記者跑遍世界各地 也常常看到財富奇觀 而接下來就要帶您開箱 夏威夷的定級豪宅 開車駕駛1600萬的敞篷名車 這位豪宅買家 眼光肯定不煩 山上上來 第一條街是最貴的 對 這塊地呢 建地有兩萬三千尺 這邊有六個房間 每一個房間都是有它的衛生間 這邊就是主樓 這個像不像那個 對 這個有點像歐洲一樣 歐洲一樣的那個 宮廷 Juliet 對 Juliet 除了晚上 它還有它可以看到 這個夕陽淡黃的 歐洲宮廷式裝潢 獨享大便墨地窗無敵海景 長陽無邊際泳池 夏威夷未來海岸 盡收延頂 這個在2017年建造 主持人家 不僅住在那裡 全部都差不多新鮮 你知道這個建築嗎 Jeff Long 他是很著名的建築 他只設了很多男人 這間豪宅 價值約1799萬美金 將近6億台幣 要夠襯頭的房地產重建 才賣得動 很多上市公司的老闆 還有我們國外的 應該說導演吧 快速的那個車子的導演 姓林的 當然也都來看過 市場氣質融入上流社會 詹安妮、謝雪華 深耕夏威夷房地產超過30年 手偷每間物件都令人折舌 好 我這個客人非常講究 他有這個愛馬仕的忠實粉絲 所以他常常進馬場 他買的這套沙發 當時是在美金 大約20萬 現在不止了 還有這面牆 這面牆差不多是30萬美金 全部都是訂座 所以平常你進去愛馬仕的店裡面 並不是可以馬上就可以看到說 我想要點這個點這個 並不是這樣子的 他是專門去訂座的 光一個沙發抱枕 就要8千塊美金 24萬台幣 你看看它的LV的櫃子 這個箱子是訂座的 而且訂座也訂了差不多一年多才拿到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衣櫃 這道牆也是愛馬仕的牆 整面嗎 整面都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H 但是我客人覺得這個很便宜 因為一個包包那麼小多皮 都要一萬塊 這麼多皮子 才一萬 才二十萬 OK OK 就連台燈充電插座都是奢好名牌 深刻體會什麼叫貧窮 限制了想像力 這個景就是愛馬仕景 可以看到鑽石山 夏威夷的房子 你看到鑽石山 可以加多一百萬 這套價格差不多在五百八十萬左右 但是它當然這個家具就 客廳的家具就一百多萬 鑽石山是夏威夷的知名地標 緊鄰觀光聖地危機機海灘 房屋全年24小時空調不間斷 是給家具吹的 每個月管理費超過四萬台幣 2020年的時候 我們很多房子都是租出去 而且都是高科技的人來租 一租就租一年 那一年又續約 所以他們很多人就是 之後也不想回去 就quit the job 就留下來 夏威夷的潛力就是說 你買的房子 未必說你可以 在房租那邊收回來 但是它每十年一定有一個波動 可以漲上去 你可以在那邊賺到第一桶金 她沒有收到嗎 房源不多 意後外來人口湧入 即使房價居高不下 房市依舊很夯 夏威夷一直是觀光業 但是夏威夷當地人 並不是很喜歡 這麼多觀光人的人來這邊 因為有些觀光客 消費並不高 而對我們這夏威夷當地的 神聖的它的文化 不了解也不尊重 所以夏威夷一直想要說 可不可以往其他的方向 比如說科技啦 環保啦 或是農業 加上夏威夷正進行產業轉型 鴨子滑水推動好萊塢電影拍攝基地 Johnny掌握趨勢走在浪潮尖端 小時候窮得很害怕 那就覺得說房地產是一個 不用幫人家打工 我時間自己可以控制 助我努力一點 我就可以幫自己加薪水 不過她其實是窮過來的 幼時在日本 台灣生活過 移民夏威夷時也曾送報紙為聲 深刻理解移民之苦 我都會針對他們需要什麼 應該要住什麼房子 我會跟他們解釋 不是每一個人的家庭 都可以去讀私立學校 那我就會幫他們找一個 最好的公立學校 因此面對移民客戶 更能設身處地替買家著想 熱情性格也讓她擔任台商會長重任 她真的像是我的大姐姐 因為我來這邊 我們是第一代營養 我覺得我們全部出來的台灣人 其實更愛台灣 那看待台灣人就覺得說 我們好親切喔 她有什麼事情我們都會 不用她說 我們都會自己去問她 你需要不要幫忙 我們會 reach out 比較激活一點 你不要覺得我們激活 我們是很開心 台灣的朋友可以來這裡 互相真的是出外考慮 所以她現在開始也是往 她也是 今年年底要接我的位子 台灣商會 所以她也要開始 這個 mission 就是要去幫台灣人 親自培養接班人選 夏威夷的地產女王 還會持續作為 台灣跟夏威夷關係的催化劑 精明 鼻子